Hello 我飛到加拿大多一段時間 雖然有些時間去了美國 有時候去了巴黎 不過我租了屋 所以要添置家裡的東西 或者一些衣物 要根據溫哥華的氣候 其實也買下買下買了不少東西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衣服、外套、鞋子、 一些scottie的東西 有些廚房的東西 或者一些家居的小品 我也覺得頗值得分享 首先就是衣服 溫哥華最重要的一件衣服 就是一件防風防雨又暖的外套 這件我在Nordstrom買的 就是North Face 不過這其實是North America的North Face 所以真的不太漂亮 但都可以的 它是一件長外套 兩層的 我等一下展示給大家看 就這樣穿 就是這樣 裡面是羽絲 外套 外套 應該是Wind Breaker 就是擋風擋雨 還有帽子 你也知道溫哥華一定會下雨 有時候你不想帶傘 一定要有個Hood 幫你擋雨 我幫你 它特別是 這兩層是可以分開的 哈哈 有個Shell 還有裡面是一件很漂亮的羽絲 有時候不下雨 其實沒有理由揹著一件Shell 就比較誇張了一點 這件Shell 大家都猜到 其實都會是這樣的 它的袖 也有拉鍊 那兩層 袖其實也有一顆鈕 是固定的 這樣就不會漸出來 對 那這裡 對 那 它沒有了Shell 其實也是好像剛才穿了 幫我薄一點 沒有了Shell之後 是一件很好看的魚絲 我覺得 這是女裝 收腰 但是很可惜 我就買不到加細碼 就買了細碼 後來發覺細碼的好處 就是有時候 如果你裡面真的穿得很厚 你也不用說隔位那麼緊 還有 現在我老公拿了鬼來穿 雖然是女裝 但是其實我跟他 很多衣服都可以分享 同一個尺寸 尤其是小碼 不是加細 是女裝 他也穿得到 因為在溫哥華 其實他始終都要一件 不過如果他穿得我這件 那就無所謂 我也有其他衣服 不過就沒有那麼適合 而且它夠長 他不但遮遮屁股 其實還在大腿的中間 那如果下雨起來 那你濕也是濕 這裡 就是絕對領域 下以下就會濕 變了都擋到很大的位置 那這件是goodbye來的 好像是 二三百元加子 對了 我都忘了了 總之我買的時候 最後一件我說要 一定要 立刻要 還有我去打球 我就這樣穿 球衣在裡面 然後外面就外套這件 不會外套那個shell 其實常常都下雨 但是你看到現在 有出色太陽 轉過頭又下雨 所以我就會穿這兩件 去打球 然後就到外出衣服了 現在加拿大溫哥華 都鳥宇花香 不知道 開花 春天 很多櫻花 但是 天氣還蠻冷的 可能 九度至十二三度 絕對不是 就這樣 一件衣服就可以外出 大家知道 在香港 其實春天比較短 而且真的比較熱 很多時候 已經穿著夏天的薄褲 但是 在這裡 我的問題就是 之前我還沒買這件衣服 之前 穿著很多冬天褲 有時候都是Navy色 黑色 或者可能有些米色 但都口得很誇張 又覺得 不是很適合 但在香港 有時候你會春天穿乾濕 衣服 薄薄的那一隻 在這裡真的不夠暖 所以我就發覺 我真的需要一件 春天顏色 但有多暖的衣服 所以就買了這一件 在 是不是 Weekend Next Mirror 是的 我在廚窗經過 看到 它有這樣的顏色 這些 烏扁 它叫什麼 Double Facing烏 現在都流行 而且很輕 看到 咦 Baby Blue 很適合我 那就試吧 那裏面的Sales 就跟我說 剩下最後一件 每次都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否騙我的 那我問 這件什麼尺寸 他說 44 我44 我平時穿36 他說 不要緊 你試吧 這件Oversize 是特別漂亮的 那我試 咦 又真的 挺漂亮 還有 Oversize的好處 就是 假如我裏面穿了幾厚的衣服 我這裏都可以 或者 不要說厚 有時候裏面的冷衣服 其實現在都是 脖子底是闊的 拋的 那 就不會怕 塞不進 或者塞不進 這裏一塊東西 這樣 是的 還有我覺得 它沒有繩子 都是好的 有時候 亭丁騰嵩 待會 又下雨 搞到濕了 那就不好 那它就是 孖襟 這裡可以扣扣 那這裏呢 有個假的袋 實際的袋 是在旁邊 插進去的 對 我覺得也好 因為如果你這樣插 其實很傻 手腕都扭到 扭到 那這裏插呢 其實很漂亮 但是呢 又有個袋型 即是有個假的袋 可以出來 是的 那基本上 你可以再拉後一點 那這個 因為它Oversize 所以我就摺奏 但是也覺得摺奏是很漂亮的 是的 所以呢 有時候我又想 如果我不是去到實體店 如果我不是去到實體店 如果我去網上買這件東西 我一定就選了36 然後就發覺 咦 不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現在零售 雖然很多都說上網上網 但實體店 是絕對還有它的價值 是的 那這個售貨員 姐姐真的很有經驗 叫我買一件44 當然她還是只剩一件 但是她說 對 全國加拿大好像只剩一件 我想是 是很搶手的 這些外套 大概一千元家子 現在家子又便宜了些 給稅就沒有辦法 你住在這裏 什麼都要給稅 照樣給 然後她就再 我跟她說 我剛剛來溫哥華 其實衣物 不太適合這裏氣候 她就再推薦了一件衣服給我 我覺得也挺好的 就是這一件 其實也是普通一件Hoodie 這樣 但是 穿上給大家看 但她這裏 首先不會潮 不是100%Cotton 是有些 有些有點像潛水的料 一來比較防水 二來 她這種款式 很多都是 你會買了運動牌子 穿出來 穿出來就很運動 我也有 其實 但有時候不想 我不是去做運動 我不想整個運動屋 這個 就會是casual 她說Hoodie 在郡哥華很重要 也是一個下雨的因素 還有 這裏是大 我會叫大 大 還有跌了薄 這個顏色也很好 藍德尼 又會有鮮艷 我覺得 也挺好 不過唯一問題 就是少少貴 那件衣服1000元 這件衣服 都花了我300元 少少不值 不過 OK 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下街買菜 帶狗也很有用的 好 至於鞋子方面 我買了兩雙 第一雙是我初初來溫哥華的時候 即是幾天就要去買 因為當時下雪 我也有時候會上雪山 所以買了這些 什麼叫鴨牌 好像鴨嘴一樣 選了很多不同的牌子 最後買了這個 L.L.Bean 這個叫Bean Boots 我有另一條影片 其實有詳細說 為何我選這雙 這雙東西 那些Lining 是做得很漂亮 那些毛是很漂亮的 所以它是真的暖的 不是假的 不是Polyester 來的 真的暖的 而且它這隻皮 尤其是女裝 它這隻皮是特別軟熟的 是的 這個防水 這個防線是很好 防水是很好 網上有些review都說 看過去剪開它 都是看到它的品質非常好 也穿上去 其實是很漂亮 很潮的 是的 在溫哥華來說 如果下雪 有時候第二天地面有冰 就算是城市也好 都最好穿這雙 如果不然 線親就麻煩了 那我很開心有這雙鞋 是令到我雙腳 第一次覺得在冬天一些冷的地方 是覺得暖 在日本也有買過這雙毛布 但是不是這樣的厚度 不是這樣的暖度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心想買這一類的布 我100%推介這一雙LLBeam 女裝Beam布 另外買了一雙波鞋 其實我之前有一雙 也是AIRMAX270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鍾情於這個款式 那一雙本身是黑白色的 後來我上了NIKI加拿大網站 就看到這雙白和淺紫色 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黑白色那雙 就留在拉斯維加斯 就不回來 美國網站反而沒有這雙色 對 那加子買NIKI又相對便宜一點 我覺得OK 還有我不知道其他270有沒有這個扣 對 他來的時候就有這個扣 還有這一雙鞋子我當然是操著 我平時如果髒的話 都是整雙扔下洗衣機 我也洗過舊那雙 我洗過很多次 洗完出來很乾淨 但你不要斬扔下洗衣機 你買一個厚一點的 還有支撐的洗衣網 是專門用鞋子的 你在日本店裡會看到的 類似10元店 而未必是10元店 好少少的 好過10元店少少的店 就會有的 那你扔下去 一來保護對鞋 二來也保護洗衣機 對 這個 現在 這個顏色我非常不喜歡 好 接著 不如進廚房 好 廚房用品 第一樣 我覺得非常不方便的東西 就是 業主其實也有很多煮食的用品 但是熱水煮 它就有這一類 那大哥 我冬天來到 我經常都喝熱水 經常都喝茶 很不方便 有時候煮完它 又忘記了一針 然後它就凍了 你又不想reboil 又倒了它 又 總之搞到一頭煙 那在香港 你就會用那些積熱水機 就像Philips那一類 但是這裡 你就發覺找不到那些 牌子的水機 就讓我在Amazon美國 才找到這一部 其實也挺好 因為我香港那一部很高 如果真的帶過來 因為電壓又不適合 所以不能帶過來 本來我也想過 那這一部 就是小一點 矮一點 我和我老公就OK 這裡可以看看 它可以選擇 90度 23度 45度 60度 然後 出多少水 大中小 然後 然後 它就有Filter 就是 其實它在這裡 就有個偽裝水 接著 就寄上環節面 大家看 對 這裡 它會Filter 水來這裡 接著 就會在那邊 我覺得都OK 對 方便很多 即熱的水機 是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 接著 之前有人問過我 買什麼茶 我就心想 你是否問我 中國茶的茶包 其實 我想 中國茶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種好 但西茶 建議大家都買這一種 它有很多味 其實這種味道 我都覺得做得很出色 即使一些果茶 都不會有過分酸的情況 好 其他廚房小物 就有 首先 這個 它是一個 擺在爐頭旁 你會發覺平日煮東西 經常都會 可能有些 不知 煎廳 什麼 這些東西 都不知放在哪裏 就會弄髒的桌子 或者你放一個 Kitchen Tower 其實都不太好 這一塊東西 就是這樣 上面那邊 就放軟一點 多一點那邊 就讓你這樣 就放一些 煮食工具 或者一隻筷子 就可以保持乾淨 每一晚 用完之後 就放下洗碗機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另外 我就買了這個 可能很多主婦都會見過 但我是第一次 因為我很少買家製東西 平日工人姐姐搞定 這個 就叫做洗米神器 就是說 冬天的時候 叫做洗米 是不是很慘 手很冷 而且又要這樣 弄髒米水出來 這個 就是給你倒一些米 倒一些水 就是這樣 就這樣 就洗米了 洗洗洗洗洗洗洗 洗完之後 這個就是隔水的 這樣隔水 基本上對手 就完全不用碰它 對 隔完之後 就這樣 敲米下來 就可以了 在日本店裡買 我覺得非常之好 然後 然後 主油 就是 我買了這個瓶 大家一看就知道 咦 olive oil 那些瓶 但是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 我拿它來 譬如煎蛋 首先 油是會落得很好 你不會一次過落太多 或者一瓶油 它也是少少少少 然後 它就 你弄起來 它真的不會滴了一滴油在桌面 然後 之後 再有這個 關上去 我覺得 除了 olive oil 之外 其實煮食油 也是很可以用這個 然後 又有一個 買了這個 不糖的東西 其實也很無謂 不過再說一下 它這個 特別是連上匙 對 有時候 你不用開完之後 又有匙匙在裡面 然後又用手 把匙匙拿出來 有時候糖又黏在你的手 其實我很怕這些東西 所以我很討厭廚房 所以我的廚房東西 我要是很方便 而且 保持我的雙手 是比較乾淨 而且乾 我就會喜歡 這個 喝咖啡 塗兩下 夠不夠都 洗一洗 這樣 平時關上去 就可以了 都很方便 還有什麼呢 廚房好像沒什麼 其他就是標準的東西 還有兩樣是Scotty的東西 大家養狗 貓當然會有一個刷 不斷刷 尤其是歌姬 其實脫毛很厲害 所以每天都要和牠刷毛 通常這個刷 最煩你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就是毛 你又要怎樣拔出來 還是要又買一把梳 把牠拔出來 還是怎樣 就是找自己拔 我在Amazon 就看到這個刷 它首先有一個GEL的掌握 你可以拿得很舒服 另外這個按鈕就很重要 就是當你掃整個刷毛的時候 你只要按按按按按按 它那些毛就會出在這裡 你就會整塊拿走 美國和加拿大Amazon 都應該會找到的 你找回這個牌子就有了 我不知道香港的寵物店有沒有 但至少好像我沒見過 如果有我早就買了 另外就是 買了這一塊煎給Scotty 是給牠吃 Scotty是吃乾糧的 所以我有時候 就會把適合份量的乾糧 這個是放在地上 它有些anti-slip 也有條繩子 可以勾住沙發腳 你放在地上之後 就可以把糧 拆在這些東西裡面 我想很多人都見過類似的東西 不過很多時候在網上看 都很大塊 正方形 整張地毯那麼大 但其實你一餐 我不是大狗 一餐不是很多糧 你拆在裡面 不需要這麼大張煎 而且這麼大張煎 我平時的糧便 這個就是給你 平時不用的時候 可以捲起來 這樣 然後它這條繩 再繞起來 就非常方便 這張東西本身有什麼用呢 不是養開狗的人 未必知道 或者你 我這隻狗 吃東西很禽青 這些就叫做慢食 你放進去裡面 它就要找 這些地方 也可以放些糧 也挺難 拿出來 所以它就會慢慢 找到一顆 吃一顆 就不會跟你一下 要不然你給我的狗 吃糧 它十秒就吃光了 你放一個盆 它就要慢慢找 還有可以訓練一下它的嗅覺 就是東西藏在裡面 因為狗 我們現在 自養 牠們經常用雙眼 已經很少用嗅覺 所以這一個 也是一個嗅覺的exercise 是可以 憑嗅覺 牠們這樣去覓食 其實也可以exercise 腦子 不只是exercise 鼻子 之後也會很累 所以也是一種放電的方法 最後就不得了了 就是我身後的 Vanity set 或者是一個梳妝桌 我在這裡的 Bed Bath & Beyond 看到的 非常之方便 這樣開 對 有鏡子 然後裡面 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變成很整齊 而且 嗯 不用全部放出來 你不用說 這裡有加個櫃桶 那裡有加些東西 對 平時不用的時候 你怕這些東西鋪層 你喜歡就關上它 很方便 然後呢 旁邊又有櫃桶 對 然後呢 又連上一張小椅子 就是這張 看到嗎 這裡 對 整個set就是這樣 我就是Bed Bath & Beyond買 就看到 它有個價錢牌 就寫著 300元 那 只剩下一套 那 但是呢 我們去付錢的時候 他說 其實這個東西是400元 那個300元的牌 不知道從哪裏來 可能是上次的 Promotion 給我在地上收拾到 他就說 不過呢 我都會享受你 如果你看到是300元 那 我們的系統都會 就是調教 你可以用300元的價錢來買 那 Bed Bath & Beyond 在這裡呢 你只要做會員 你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個 百折的Coupon 即是人都百折 新客也是百折 每個月 又會收到百折的Coupon 多數是一個Item 那 我想他也是想你去買一件貴的東西 那通常呢 其實美國Bed Bath & Beyond 或者在加拿大 都是買得很厲害 不過他就會有很多 這些Promotional offer 引回你轉頭的 那 300元價錢買這塊東西 還要回來 都不用怎麼組裝的 是啦 好像是 可能整整扭回腳 真的很簡單 那就是非常之划 而且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那 OK嗎 哈哈 對了 加拿大就暫時是這樣 其實我眼前有一件事 我沒有記錄到 沒有記錄到要拍的 都展示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沒有一個很好的鞋櫃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這些鞋 鞋櫃桶 先頂住 如果不是放不完鞋櫃 對了 那我覺得這隻品質也不錯 我在Amazon那裡找 他就自己組裝的 來到那時候 很容易組裝的 那這裏都這樣 這樣開 都卡得挺好的 那些筍位 然後呢 他又可以 這裏呢 就是透氣 對了 有些臭氣 不會困住了 然後呢 就可以無限搭高 對了 還有筍位是好的 那你看到我呢 其實呢 就買了一堆了 因為真的 我想 就算 將來是有個鞋櫃 因為現在是延遲的 我這裏的房間 是未整好 所以呢 我也想整齊一點 那就先買了 還有我又不相信 將來沒有用 這些東西 將來一定會有用 如果真的不要 我把它拍起來 也不妨訂 對了 如果真的喜歡 捐了它 也可以 對了 那 不如說了買了什麼 找笨東西 反正有時間 是不是 可以不斷說的 對 買了什麼 找笨東西 首先就有這個 Joseph Joseph的東西 我都 唉 我打算 本身就可能 裝一些化妝用品 這樣 這裡可能可以裝一些掃 這裡就裝一些細格的東西 但是呢 它首先呢 就很滑的 如果你放在任何一個台面 都很滑 這個呢 也有一個櫃桶 那 我不知道 其實這麼滑 怎麼開櫃桶呢 即是呢 我要按住它 才會開櫃 即是呢 你單手是開不了的 即是你說這件事 挺愚蠢的 但其實呢 我是應該拿去退 但因為我買的時候 又快要去美國 又沒有時間 再去BatBatFan Beyond退 硬地吃了這塊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送給人 或者捐了它 算了 但是又送給人 很多人都覺得 找人笨 第二件事呢 我就真的 很失望 就是我當時去美國 沒有帶很多化妝品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去那麼久 帶了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哎 要拍片 同事說 我說沒有遮瑕膏 因為拍片 其實我今天也是 譬如我不塗遮瑕膏 那樣 是差一點點的 所以呢 我就去Department Store 買遮瑕膏 去一些大牌子 其實我小時候都會鍾情於這個品牌 都覺得它有Premium 又是日本的 顏色又比較適合亞洲人 買了一個concealer 那它設計是很漂亮 是啊 是筆來的 按按按按按 你看我沒有用過 為什麼沒有用過呢 那我買完之後 哎呀 好啦好啦用啦 嘩 隨便買 一看那個盒 那個ingredient list 嚇到我死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接觸 不是clean beauty的化妝品 神經病 真的 哇 那些 那些不良成份 多到嚇死你了 又有蟶 又什麼parabon 那樣那樣 什麼都齊了 唉 所以呢 我現在拿著這盒東西 我捐了它 又不是 我送給朋友 我都嫌害人 這枝很貴的 我想 可能接近一百元美金 有機會是七八十元美金 再加上稅 可能是接近一百元美金 買一枝這樣的東西回來 我真的覺得該會 現在我丟在這裏 我也不知道怎樣 啊 跟這個丟在一起是對的了 所以呢 我其實來了之後 都嘗試買些什麼hand cream 啊 這裏的shampoo conditioner 那些 全部都不行的 我去whole food 去一些 所謂clean beauty 的multi brand 真的不行的 所以大家 真的要take 我們me make market opportunity 那你說 是 送加拿大這些 可能會打碎 那你在加拿大 買了那些垃圾 都要打碎 都是打這麼多 或者會打少些 有些import 那些 也都不打足的 那我覺得 唉 我真是極後悔 我買了那些東西 我懶得給大家看 懶得又說我踩哪個品牌 真的 真的 英國名牌 我以前很久 盆古中開也有買過 但是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 全球化了之後 原來品質變得這麼差 那時候 他在英國covent garden 只有一間店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很好 現在完全不是了 跟著呢 那些clean beauty品牌 就是在那些pharmacy 或者 whole foods 可以買的那些 護膚品 真的是垃圾 哇 那個hand cream 我直接塗完 覺得那些東西 那些油 是在表面的 根本沒有吸收過 跟著洗一下手 沒有了 還有一點都不覺得滋潤的 Body lotion也是 唉 總之 最後我都是寄回Synergy Amy York那些過來 即使她很重 很重 Amy York 就是玻璃瓶 但是我也照寄過來 因為用不了 然後Amy York Synergy 那些一利元 我的手已經好很多了 雖然都是相對 是有些乾 但是已經是 變回一般的乾 不是初初來到 嘩 乾到裂掉那種乾 好了 那加拿大的開箱 就到這裡了 如果我將來 氣候變化 又買了些東西 就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